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 2000多万的浏览近期间各回答 可爱没有标准答案 但能确定的是 它绝不是两个肉体之间的碰触 而是两个灵魂之间的相拥 是这个清冷世界的一丝温暖 在日本生活的孝雄 组成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父母离婚 虽然母亲乐爱家庭 但是比起家庭来说 她认为恋爱更为重要 所以当母亲在外面有男幼事 并会时常不在家 孝雄的兄长对母亲复杂的情感 觉得很无奈 所以离开家里与女友同居 超乎年龄的早熟 在专心学业的过程中 不得不为生计 打工赚钱 每天过着看不到前方的生活 但即便如此 孝雄也立志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女邪设计师 在怒眉之日 一座安静的小亭子里 一位27岁的职场女性 引起了孝雄的注意 她喝着啤酒吃着巧克力 这奇怪的搭配外加成熟的龙帽 让孝雄忍不住用余光注视着她 每逢一日 孝雄都为邝哥来到这炎夜之亭 寻找设计灵感 可是这一次 她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画画上 窥视带来的紧张 促使孝雄没拿完橡皮 而她却正好被女人用手捡到 能如此迅速地见到掉落的橡皮 或许说明女人的注意力 也在孝雄身上 光是想到这一点 就让孝雄紧张到眼神不自觉地闪躲 通过这一块橡皮 两人第一次产生了交流 孝雄觉得女人似曾相识 但女人却很肯定地表示 没有见过 这也让孝雄忍不住失落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搭话 就这样停下 可所有女人在看到 孝雄熊前的小灰 便立刻改口 也许真的见过 在作恶之前 孝雄的脸颊还带着些许微红 但在哪里见过 女人并没有说出 而是缓缓练了一段短歌 隐约雷鸣 一霾天空 单盘风雨来 能流泥再次 说完 便朝着庭外 缓缓走去 孝雄的视线一直停留在女人身上 久久 无法转移 她 被撩到了 从这天之后 两年的交际只有在下雨的早晨 才会在炎炎之灵中相遇 可是却一直都保持着陌生人的距离 她们像约定好了一般 每到录与之日 并从世俗的烦恼中逃脱出来 虽然女人从未在孝雄面前 表现过自己的烦恼 但从她的神情中 孝雄可以看出 她是一个有故事 是一个打破规则的女人 所有时间的流逝 两人接触 愈发频繁 每一季的到来 增加了她们之间的回眠次数 从一开始陌生人到交谈甚欢 孝雄会开始在女人面前 讲述自己的内心 述说着自己对智邪的憧憬 可仔细回想就会发现 女人从未对孝雄说过 有关她的任何一点信息 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 但即便如此 孝雄依旧在每天睡醒的时候 期待着下雨天的到来 对于孝雄来说 女人仿佛就是这整个世界的秘密 可对于女人来说 或许孝雄就是一个 矛盾没长期的小孩 但是在下雨天的到来时 上班与炎炎之亭之间 女人做出的选择 是奔向她心灵世界 她会主动来到孝雄的身后搭话 两人之间的关系 早已不同遗忘 但孝雄却突然感到紧张 虽然是手上的设计稿 被人窥视而感到丢人 但实际上 就是坐在场椅上的孝雄 在感受到女人在自己耳旁 隐隐吐出的气息后 让她感受到了暧昧的气氛 但很快这紧张的情绪 就得到缓解 孝雄毫不客气的 直接吃起了女人的便当 那便当的味道一言难尽 孝雄忍不住调干起女人 平日里充满着自信的女人 竟也会露出害羞的模样 可是不好吃的便当 却关系着女人的过去 她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轻松 回到家后的她 似乎很沉重地挡在床上 女人会喝着啤酒吃着巧克力 其实并不是她喜欢 而是单纯因为 她失去了一定的味觉 巧克力最妙的地方 就是在苦涩中 取迷那一丝甜蜜 啤酒的干酷 同样也能让她感受到味觉 在对这两样东西产生依赖后 她发觉自己只有依靠他们 才会暂时忘记味觉消失 带来的痛苦 而如今 严业之庭的小熊 她做的便当 竟能让自己尝出其中的味道 更能让她短暂地 忘记了生活中的补月 虽然女人从会对小熊 倾诉过内心 但其实就像巧克力一样 她对小熊也产生了另类的依赖 也只有在那约定之地 才会变得轻松 就像小熊一样 逐渐开始期待着 雨天的到来 又是在雨天的严业之庭 女人送给小熊一本 贵重了这些书籍 对比以往的装束 可以看出今天的女人 似乎刻意 打扮了一番 但今天的小熊 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本书籍上 她表示正在做一双鞋 可还没有决定要为谁做 但可以确定的是 她会是一双女鞋 这句话虽然很普通 但两人之间的表情 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由于没有灵感的缘故 女人脱下了高跟鞋 将身体转向了小熊 最后将脚放在了长椅上 这一举动 让两人都紧张到屏住呼吸 小熊小心翼翼地触碰着女人 两人第一次 有了质地上的接触 但无关性 却又充满着情欲的气息 她迅速地在纸上记录着 看着身下那点真的少年 女人头一次 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心事 她表示自己不知道 从何时起 就无法顺利地往前走 生活 工作 等等 已是如此 女人虽然开始试探性地 讲述自己的内心 但小熊却发现 自己好像高兴不起来 因为她依旧没有真正了解 女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去了这么久 她对女人的名字 职业 年龄 全都一无所知 但尽管如此 她还是无法抗拒地 被她深深吸引 从这天之后 天气就像被人按下的开关 好长时间都没有再下过雨 女人不希望雨季结束 她渴望在炎夜之亭 继续见到小熊 所以即便是在晴天 也会来到炎夜之亭 可出现在亭内的人 都不是小熊 在一点睡醒时 无意中摔碎了一块粉柄 泪水已经忍不住 从眼中流出 成年人的崩溃 会因为一件小事 而无限放大 她好不容易摆脱和 巧克力与酒的依赖 却重新对一个 比自己年轻的男生 产生依赖 但现在这最后的依赖 都不在了 觉得生活 又开始变得有些麻木 可她不知道的是 这年轻的男人 正让自己变得成熟 小熊也想再见到女人 但都无法将这份心情 诉诸行动 对她来说 或许永远都只是个孩子 所以小熊决定 要先为她做一双鞋 让她穿上 能够走得更远 就想小的时候 一家人还和鞋生活 爸爸拿出一个礼物 和自立是一双精美的高跟鞋 那时候的妈妈很开心 大家都很幸福 这也是小熊 想成为鞋匠的一个理由吧 她认为总有一天 可以用双手 带给某个人幸福 用自己来保护某个人 可小熊没想到 女人像一次相见 并不是在炎夜之亭 而是在小圆的走廊里 她到这时才知道 女人名叫学业 27岁 职业 顾语老师 原来一直以来 对方都知道自己的身份 可她却从没有提出 身边的同学全都知道学业 而自己之前一直都厌倦 这不属于自己的世界 所以并不关心这人气教师 她有一些生气 但却从同学那 听到关于学业过去发生的一切 某学姐的男友对学业 一想情愿 这让学姐吃醋 而故意陷害传播 负面消息 学业最终只能离开学校 而其男友在知道这件事 并没有站出来 甚至不相信她 生活的压力和味觉的消失 都是因为这件事引起 心中的不满 也被学业这不光的遭遇而抚平 她找到学姐 毫不客气地甩了一巴掌 可却也被学姐的男友 狠狠地教育一顿 天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晴朗 但这次笑雄却来到 炎烟之亭 也在这里见到了学业 她意识到从一开始 学业就给自己处理一道题 而现在 她找到了这道题的答案 隐约雷鸣 即使无语 若是没留我 我一留此地 笑雄能够留在炎烟之亭 其实取决于学业的态度 因为即便没有在雨天 她也想要见到学业 就在两人看看鹅谭时 天空却下起了暴雨 而两人第一次相见之时 也是这样的恶劣天气 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头疼不已 但他们却笑得很开心 就像这雨 仿佛是在冲刷掉过去的一切 而全新的开始真的迎接他们 小雄跟随学业来到他家 学业细腻地给小雄衣服运凭 而小雄则忙碌地给学业做饭 他们之间的样子 就像新婚夫妻一般 在了电神联明暴雨磅礴的天气中 两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发自内心感慨 也许这就是幸福吧 爱情的幸福不需要融化富贵 只需要在对的人面前 即便是一杯咖啡 一碗单薄饭 就是幸福 可就在这时 小雄却向学业告白了 听到这句话的学业 眼神慢慢浮出一片红晕 他没有镇静 或许是错愕 他应该很早就明白小雄的心意 他也不是刻意在散发自己身上的魅力 去吸引小雄 于是他没有回应小雄 而是笑着说 你应该叫我老师 这个回答其实意味着 学业想划清界限 但他确实又对小雄有着另类的感情 所以不想直接拒绝小雄 但想了一想 又觉得这个回答不对 于是表示 自己即将离开这个城市 他已经不是老师了 学业的回答 没有表现出他不喜欢小雄 但学业的顾虑 在小雄看来 其实就等于是在拒绝 他没再说什么 而是缓缓离开了 可时间没过去一秒 学业的内心就愈发不能淡定 在想到当初小雄给他的答案后 他再也不顾虑地重出了房门 这一刻的学业 即便没有邪 也能往前走 小雄的出现所给予的 幸运的是 小雄并没有走 但是当看到眼前的女人时 小雄却私生历劫的抱怨 既然没有想法 为什么要在一开始 就用短歌作弄他 他到底在憧憬什么 再爱慕谁 也都无法传达 这次的经历将会成为 小雄永远的伤痛 所以小雄的不断抱怨 当阳光照射在学业点上时 他早已起不成声 没有再自傲的犹豫 静止地破墙的小雄 用行动来回应他的不满 虽然这一刻 将这些时间内心的委屈 全部倾诉而出 每天打扮端庄地走向学校 可是却被恐惧 压得无法迈出脚步 是小雄拯救了他 虽然最后还是去了别处教书 而小雄自会到以往的生活中 那双约定好的鞋子 也被制作出来 倘若有一天 能够走得更稳更远 就去见他吧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 即便看完像炎炎之亭 这般唯美的动漫 也无法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但起码能再多一个确定 他需要有能勇敢迈出那一步 即便有被拒绝的可能 但也要去表达 雨停了 你会留下来吗 如果你要我留下来 我就留下来 两个心的靠近 才能碰撞出真正的爱情 你觉得呢